如果被200斤的撞翰从身后抱住的话 你不要想去踩脚 我去磕对方的头 你看我能磕到他的头吗 磕不到 那么这个时候也别想去勤拿 你根本就动都动不了 他如果再一使劲 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动了 那么我应该怎么办呢 如果在快速的移动过程之中 他想把我摔倒的话 我一定要把胯顶出来 保证自己身体重心的一个平衡 然后呢跟他身体产生位移之后 用我的手 攻击他的裆部 或者小腹的位置 然后这一套我迅速逃跑 先教大家几种常用的方法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 会告诉大家 我们平时应该怎么样去练习 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们才能临危不惧的脱身逃跑 那么有人把我从后面抱住了 注意啊 如果手抱在没有抱在里面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还是相对来说很好逃脱的 最简单的方法啊 只需要一个步骤 就是攻击他的手背 打 或者你拿着手机直接磕过来 那么他一定会承受不了 这个巨大的巨烈的疼痛 直接就松手了 我可以转身打他打他 跑 那么如果我们不是去磕他的这个位置的话 有的朋友说可以掰手啊 一样的道理 掰一个手指头也是一个办法 或者怎么办啊 如果大拇指在外面的话 注意看 我用我的大拇指去推他的大拇指 这样去推啊 这样去推 直接向外推 是特别疼痛的 直接就把它给推开了 那么 不推 不掰手指的情况下 不打这个手背 我可以怎么办 还是以前说的啊 哼哼 连续的向后轴击 一定要记住啊 实的 虚的 再来一个实的 这样的话 一定有一下是击到他的 那么马上就可以把它击到 这个时候呢 我就可以迅速逃跑了 这个是手没有被抱里的几种情况 如果手被抱里呢 像最开始我们说的啊 保证中心平衡 身体被移之后 砰砰打他 这个是比较容易实现的 那么如果我们的身高 差距不是特别大的话 他抱到有这个位置 注意啊 没有把我的这个小手臂抱里 这个时候我可以怎么办啊 你记住啊 这一定是一个寸劲 我在下潜的过程之中 把这个大臂向上抬 那么他的手臂呢 自然就滑上来了 使劲啊 使劲 他把我无论抱的多紧 好 马上就可以滑下来 那么有的朋友说了 别滑下来之前 再给我锁喉了 我就更完了 更被动了 怎么办呢 滑下来的过程过程之中 你要保证主动 滑下来 碰碰 对吧 或者滑下来直接就朝下 攻击两下 那么你直接就可以快速逃跑了 我们看到很多防神术啊 会教你怎么办 踩脚 脑 脑 头部 向后使劲地撞 撞对方的鼻子 或者呢 去插他的眼睛 对吧 去抓他的这个裆部 等等等等 看着很对啊 很符合逻辑 但是呢 在现实生活中 抱住你了 快速移动的过程之中 你想踩脚 没门 你抬起来一只脚 马上就被拽倒了 你想去用头撞他的鼻子 你如果用头正好撞他可以了 如果撞不到的话 你撞到他的额头 你自己把你自己就得撞晕了 所以这几种方法都不是最可取的办法 而且呢 还会对你造成一些自己对自己的一些伤害 所以呢 我们排除了这些看着很实用的方法之外 剩下的就是我刚刚说的几种常用的解剖办法 那么平时我们需要怎么练习呢 跟同伴 跟找一个伙伴 把自己手暴力的情况下 没有暴力的情况下 那么你一定要找到这种脱身的感觉 一定要找到这种保证身体平衡 把胯先顶出去啊 保证自己身体的平衡 然后再攻击攻击 或者是攻击攻击 就可以了 喜欢的朋友呢 别忘了点赞评论 我是武术教练小艺 那么你有更好的办法呢 可以在视频下面给我留言 我们一起交流讨论 咱们下回再见 拜拜